国内传出野生动物幼欢 罹患狂犬病之后 不仅动物四组感到不安 常在第一线接触动物的美容业者 也相当忧心 当然是会担心 还是担心会被狗咬被猫抓 然后我是希望养宠物的人 最少预防注射狂犬病疫苗一定要打 这样对自己好对宠物也好 狂犬病的发病过程 先是潜伏期 再来是不受控制 会无故攻击人类或其他动物的狂躁期 最后是麻痹期 接着便是死亡 这好几年了 我们大概也知道那个宠物 可能看他的动作 就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台湾目前的病例只发生在野生动物 为了避免狂犬病病情 燃烧至流浪狗 甚至是宠物狗 台湾动物防疫所已有相关措施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除了向农委会 也有晋级调用2000支的 2000剂的这个狂犬病疫苗之外的话 也有初步的 跟各个相关单位达成公事 希望他能配合我们把这个狂犬病的 防疫的一个措施做好 现在我将这个防疫的措施 来向各位做一个报告说明 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遵守 第一个部分的话 阻止这个狂犬病的传播跟发生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施打疫苗 在这边 呼吁我们各位有饲养 宠物的民众 一定要把家里面的狗 狗跟猫猫 带去 这个家序医院 动物院 或带到我们动物防疫所来 来施打疫苗 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防护措施 还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 动态新闻 陈敬雄 黄欣品采访报导